中国最高检察长曹建明 今天向中国人大会议做检察院工作报告时 点名说检察机关会依法办理周永康徐才厚犯罪案件 3月10日美国指数突破98关口 创下11年新高 相对美元而言其余货币持续不振 市场对人民币也需看扁 有海外投行经济分析师表示 人民币在半年内将贬值 超过3% 中国雾霾污染大货 包括重金属演练或是石化产业 在各界致埋呼声中未见叫停 反而是民间小贩成了中国当局管制重点 近日传出云南昆明当地知名菜系采火机 被当局以每天产生大量烟雾叫停 立即引发网友强力他发 湖南一家建筑公司 以19天的时间迅速盖好一栋57层高的大楼 引起网民热议 有网民说在美国新建这样的大楼 要花几年的时间 光是申请许可证可能就要两年 所以不敢住 新城亚特电视整理报道